City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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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又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谷田小長的時間 在我身後,就是一些馬的牧場 其實我來做甚麼? 就是一些馬來香港前,其實都會做一些訓練 令到那些馬在比賽中走得規矩,聽騎士操控, 會跟著馬堆走,加上可能會貼著欄走等等 或者有觀眾在這裡,有些聲音都不會受驚 所以有些馬來香港之前,他究竟是血統、腳法都很重要 令到馬的能力和成就有絕大關係 事不宜遲,今次是介紹一筆新的小章 菊草田草也好,菊田小章就是這樣 講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事不宜遲 今次看看抽了什麼卡來介紹 一看,這件衣服很熟悉,這件很像行運快車的衣服 沒錯,都是雲智健的馬,叫銀翅 在第七場出現,大家要看這些馬,為什麼一跑出來就要留意 這隻馬在外地當然跑過 你看看海外賽職,嘩,厲害了 在一個臨地、大爛地,兩次都會贏得輕鬆 而且越贏越容易,時間很慢,遠地來給面子 你又不想想,他之前四出有三次贏了 所以這些馬應該是,你看他的獎金這麼高 四十幾萬港幣,也都可以在這麼容易贏馬的情況下 應該都是很厲害的 所以這些馬來到香港第一次你已經要看了 而且你同場的對手真的不太厲害 雖然有一隻風頭燈包裝太寶一出即勝 包裝在三班可以一出即勝 更加買好馬的雲之鍵又怎會不行呢 所以這些馬一出,大家在身形腳法 雖然你都知道他偏長頭 但是你就要留意一下這些馬 再一出的時候,究竟情況如何 好了,今次時間又差不多了 在說完之前,也多謝大家在這個頻道 還有,記得就是要按 待會在我身邊出現的頭像,按摩頭 按摩頭,就可以有些好的節目 可以再跟大家見面 跟大家說先不好意思 因為聖誕當期節目調動會有些安排不同 下次再跟大家說過,拜拜 字幕來不及時,不應該在我嗎 請你剛才開始